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先进制程订单持续饱满,除了苹果、高通等既有客户以外,目前,Google、特斯拉均已传出将投片台积电。 据台湾媒体电子时报报道,半导体设备业内人士指出,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,台积电近期已成为网通大厂、汽车以及手机大厂的投片首选。 车用领域,台积电与福斯、通用、丰田合作。 另外,亚马逊、百度、阿里巴巴等早在台积电投片,继小米、Vivo后、OPPO也走上自研晶片之路。 传Apple已在台积电投片,已签订4奈米合作。 晶片早已成为人类各类生活所有产品的一部分,投资晶片制造商似乎很明智。 在晶片制造商中,台积电和英特尔是两个经常出现的名字。 两家公司都是各自行业的重量级企业,但有不同的商业模式。 两家企业都会支付可观的股息,吸引投资者。 若必须选择一支,那么这些半导体公司谁更有前途呢? 从商业模式来看,英特尔对消费者的影响更大。 但通过台积电,相当于投资AMD、苹果等。 台积电,岂只是一家晶片生产商,而不是一家传统设计与行销厂商。 它满足各大科技巨头生产晶片的需求,如其最大客户苹果、AMD、徽达,甚至还有英特尔。 由于台湾半导体被认为是该行业中最好的公司之一,其客户因为其能力和专业知识而无处可去。 英特尔尽管也是一家晶片制造商,但其一项公众出售其产品。 总的来说,英特尔在晶片技术竞赛中落后,意味它还停留在10奈米技术,而台积电已经实现3奈米晶片的量产。 数字越小,晶片上可以放置的电晶体就越多,使其更强大。 此外,AMD在英特尔的个人运算产品上也取得了进展。 由于英特尔落后于AMD的晶片,这表明英特尔在技术竞赛中正在输给台积电。 此外,当苹果在2020年宣布其M1晶片时,它将业务从英特尔转移到了台积电,以便拥有晶片的设计权。 通过英特尔,意味着可以直接投资于其产品线。 但通过台积电,则是投资AMD和苹果等行业领先者的技术。 从最近的结果来看,业界认为台湾半导体在商业模式方面具有优势。 然而,由于台湾半导体的总部设在台湾,这伴随着地缘风险提升,因为台中关系极其复杂。 由于存在潜在的风险,投资者将始终对可能扰乱台积电业务的事件保持警惕。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,全球经济将受到与大流行时期几乎同样糟糕的冲击,因为苹果等巨头将受到巨大影响。 因此,台积电的将不会是唯一被抛售的股票。 在这两家半导体股中,英特尔的地理分布更为多样化,工厂位于美国、以色列和马来西亚。 得益于美国晶片法案,英特尔正在俄亥俄州投资200亿美元,建设一座新的半导体工厂。 如果再继续开设八家工厂,该公司计划可能投资1000亿美元。 现在,台积电也开始将部分业务转移到美国。 利用美国晶片法案,这家台湾半导体公司正在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价值400亿美元的工厂,将其从台湾的单翼风险分散开来。 尽管如此,英特尔再将生产转移到美国方面有更大的零件优势。 但台积电可能永远不会完全退出台湾。 然而,尽管英特尔在五年前取得了相当大的领先优势,但它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扩大它的规模。 而且,最近营收和净收入都在下降。 与此同时,台积电聚集了新的业务,开发了开创性的技术,并将其转化为利润。 展望未来同样影响英特尔的需求放缓将打击台积电,但预计其收入仍将增长2.8%,2024年盈利越有下降。 与英特尔预期的4.1%的销售下滑和不断下滑的盈利相比,台积电都在这场比赛中以全天候的方式取得获胜。 然而,还有一项投资者可能会担心股息。 英特尔的股息率为5.3%,而台积电的股息率则为1.9%。 虽然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倾向于英特尔,但有机构还是会迅速发出警告。 在过去的两个季度里,英特尔支付的股息超过了每股收益。 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趋势,英特尔需要扭转业务,否则就有可能削减股息。 但台积电源未达到这种可怕的状况,因此投资者无需担心其股息的健康状况。 台湾半导体以2比1赢得了这场比赛,所以事实上它也击败了英特尔。 目前,台积电是一家比英特尔好得多的公司,唯一的缺点是其地理位置。 如果投资者不能忍受这样的风险,还应该对英特尔保持谨慎。 尤其是最近的其执行能力令人担忧,而且可能有比英特尔更好的选择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最近也是世界级投资者巴菲特的选股对象,因此跟随它的脚步,迈入一些可能是明智的。 然而,尽管长期看好,但随着台积电1月法人说明会召开,摩根士丹利也发表对台积电2023年的营收预测,认为该公司全年将温和增长,营收或微增1%。 第一季度则将减少14%至15%,主因是高阶智慧型手机和数据中心订单削减,但由于代工价格提高,因此第一季度毛利率仍可保持在55%。 针对台积电2022年第四季度业绩,投资机构目前预计,同比增速将维持在高两位数,环比去年第三季度,也有望实现增长2.2%至6.3%。 在资本支出方面,摩根士丹利预计台积电2023年资本支出约为300亿美元。 摩根士丹利还预期,半导地产业将于2023年下半年迎来复苏,比有有三晶圆代工资本支出和生产量的减少。 科技产品,如电视和手机价格下跌,以及全球经济重新开放。 而台积电最大客户,苹果近年在自研晶片研发扩大至Mac家族、5G数据机、射频RF等领域,叠加全球此前晶片短缺后,吹起了一股自研晶片潮。 品牌汽车、手机与网络云端大厂陆续投入自研晶片行列。 设备厂商表示,在车用领域方面,前两年晶片短缺大潮改变传统供应链模式, 国际车厂开始直接对口晶圆代工厂,台积电与福斯、通用、丰田合作。 另外,因三星5奈米、3奈米制程技术来以满足特斯拉要求,台积电4奈米制程传出也接获特斯拉下世代自驾晶片订单。 在手机领域,既小米、Vivo后,OPPO也走上自研晶片之路。 近日盛传,OPPO已在台积电投片,已签订4奈米合作,事实上早在一年多前即已传出。 中国的手机品牌正进入5奈米时代,已维持竞争力。 但三星5奈米以下良率欠佳下,只能下单台积电。 随着苹果所带动的自研晶片风潮席卷,电子装置应用更为多元的形式,且无通级对手比拼下,台积电成为头片首选,竞争优势持续扩大。 台积电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,长期接单表现稳健。 此外,台积电代工报价不断扬升。 营收,获利在度过2023年上半产业修正风暴后,运营将恢复成长轨道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